大家好,非常高興能夠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當時主辦單位是要我談一些關於這個Smart City 那就是智慧城市 不過剛才我聽了這個表明的神童天講的分享 其實我想換一下主題 我們來談Smart Citizen就是智慧的事業、智慧的公民 因為城市的基礎建設剛剛差不多已經講了九成九 我在講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盡可能接著這邊的分享 所以我想我的在行程中做特殊委證委 那所負責的業務有點像叫做社會創新 什麼叫社會創新呢? 就是當產業創新出現 好比像說自駕車出現的時候 我們要想辦法變成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而且大家都可以加入創造的 不然的話剛才主持人問的問題 好比像說這台車怎麼收集很多關於我的資料 我對隱私權的想法 我對這個資料到底誰可以用 誰可以分享控制權的想法 甚至讓很多技術者加在一起 創造出價值的時候 我對分潤人心托的想法 表達這些想法 我如果一般的人沒有辦法了解 沒有辦法參與決定的話 那就會變成少數的大的集團 就是G開頭的、A開頭的、F開頭的、 那麼三、四家來幫我們決定 所以社會創新的目的 就是要大家都可以來加入這個創新的一個過程裡面 那剛剛我們其實已經講了一個 就是科技的進步資料的搜集 跟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個人的資料的控制權中間的一個權衡 那當然也有經濟發展 環境的永續中間的權衡 其實我們整天在行政院 大概就是開不同的部位 每一個時間有三十二個部位 每一個就是一個不同的價值 也不太想像是這個繩子上面的一個繩結 那每一個新的技術出現的繩 就會在這邊拉拒一下 就會在這邊交配一下 那在以前我們公務人員 就是職業文官、常任文官 就是中間那一支繩子 就是他要承受所有的壓力 想辦法把它亂掉 而且外面還看不到 那所以呢 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到底它是什麼事情嗎 現在又無人進來台灣了 到底這個中間的決策是什麼做成的 RMA的決策 補居的時候 特殊擔心的應用的決策 是什麼做成的 所以這個制定方式 當每一個新的技術出現的這個速度 已經要快很多的時候 我們智力的技術 也必須要與時俱進 所以呢 這個是我的辦公室 它是在那個 社會創新、實驗、創新的 愛路三段的九十六號 也就是在建國法式的個B而已 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工程 去把旁邊本來是工具總部的那個槍都拆掉 所以呢 現在其實從旁邊的巷子 或者甚至外來從馬路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做什麼 公共政策討論 你可以直接走進來 參與角色討論 每個禮拜三 我就是在這邊 只是我的Office Hour 任何人都可以來這邊找我 聊看它的新型的趨勢 想要做什麼 想來大家分享 不過我也可以要求 而不是付錢 因為大家都已經納過稅了 而不是錢 而是說 我們看的這個紀錄 必須要逐字逐句的 或者投入影像 像我們現在今天也有側拍公開 在網路上面 讓接下來有不同角度的部分 也可以去提供一個簡介 所以我就舉一個實體的例子 我們今天講的是車廠 在我們之前 這個 我剛剛站在2006年 10月的時候 11月 就有MIT 跟這些車子 本來九層都是台灣做的 跟台北客大 自車門的一些朋友 在我的這樣子 一個辦公場所 去測試這樣一台車 那等到呢 我在這邊Office Hour的時候 這個牌群就 第一次折三人來來找我 然後我就說 這個不是自駕車 你不要坐上去 雖然他現在常常做到的東西 我本來想要邀請你 試乘來體驗 那我就順便開玩笑 我知道 常常撞到東西 我本來要上去 沒有 跟這個賽文 雖然空腰裡面說跑得快 但其實跑得非常慢 一定跑步還要慢 所以呢 撞到東西 跟上面那個Line 也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他還不會壞掉 就算是 你有什麼不同的想法 就是 對他的這個功耗 你看到這三塊的那個Build 就是長得不完全一樣 你也非常容易 像惡膏一樣的去抽翻 這個就得到很開放的硬體 就是他的每一個接口都是不利的 所以一天很容易的去抽翻 他的眼睛的部分 呃這個手的部分 感知器的部分 通訊眼睛的部分等等 那他像世界的毛髮的那個腦子 也是公開了開放你的事 任何人都可以去蓋 還要做什麼 在這樣子開放的成立 是這樣子的 無論這 也不是只是 因為後晚的人 我們把這個過程 公開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想一想說 當這些新的經濟發生的時候 我們這個社會 要對它有什麼要求 我們不是照正拳手說 MIT 能不能有什麼想法 我們這邊就做什麼 相反很多 在經過礦市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老婆父母 他買了一些 我記得可能是淡花 那就從前我媽是這樣子 黃國啊 因為是開放的場面 然後我看到我在跟這些 聽起來就很像外星人的東西 在那邊混 然後呢 其實就一位就跟我說 那證明 裡面這些購物車 購物欄啊 在那邊幹嘛 我我就說 這不是這些自家車 那他說 裡面有個購物欄嗎 剛才就很像超市那種 手推車 所以他就把那個欄花 放上去 沉重也沒有問題啊 他是可以做的 然後我就說 你只要坐上去 告訴他你要去哪裡 他就自動的 就會慢慢的 把你開到你要去的地方 然後呢 他就說 他媽媽就說 不是 我沒有想要去哪裡 因為我叫計程式就好 他們希望呢 就是說 這些購物來 他能夠在進文化市 買荒的時候 跟著他走 他就是 可以叫做 Fence Free Shopping 就是他不用特別做什麼 他只要買了之後 往上放 往上放 你也不要去顧他那個自動 一步一去的更正 而且呢 當時也可以在電視上面 看到 那種特略的技術啊 後車跟前車的技術 那種既然就是自家車嘛 一定可以後車跟前車 所以 他們要買的時候 因為可以再叫你回來 然後通的在前面 買的在後面 然後他們就這樣 一路這樣子拿過去 是不是就很棒了 不過這個是一個 商業的廠商 已經開滿好的 整套結局挑戰 當然不太可能 那種不同 跟進化的軟硬體 就是為了滿足 這個聽起來就 截然不同的需求 但是因為 才是開到原始 的軟硬體 所以我們就跟 就是應該說 北科大的一些學生 一起就開始拆 這台車子 然後把他們就改成 這個樣子 在我們的夢 因為你要在花十幾年的日圓 他眼睛看的方向 必須要讓其他人知道 所以我在那個眼睛 要兩盆眼睛 在那個眼睛看他 還要閃不同的顏色 到旁邊的人的時候 還是一直在急著 追他的主 還在更高興的 跟他的主 然後呢 他們需要看到 我們的眼睛 那種手勢 甚至他還要知道 他必須要這個 拿著一個人的活躍 是很讚的 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他的優先方式 還有這種 博愛做的這種 精神啊 放在裡面 所以當時他們做了 這樣的一個試驗 就是問大家說 那這個 要讓人的時候 要優先方式 那在台灣的朋友都說 那會容易 你優先要當 張一杯 不要讓老人 然後接下來呢 要讓身心張開的朋友 做人意的朋友 接下來 可能要讓 懷孕得如實 那最後 也許是讓小孩子 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 他們都覺得很合理 但是這樣子 同樣的測試 他們在 博士論 在mike那邊 跑的時候 然後是相反的順序 就是你要先讓小孩子 找費就隨便了 所以呢 在同個地方 就是有不同的社會 槍運 會有不同的地方 我們在空中 這樣子的一個槍運 就是要大家有很多的時間 農建 去讓 這樣子一個 新的技術 跟社會的各界 結合成成 那種 叫mative 就是有效的 那種 夥伴關係 達到共同社會 你要的夥伴關係 因為如果人家一來 就是時速一來的問題 就是在路上 網標 那真的是 紅水猛獸 馬上 那個兩個 拔河的狀況 就會出現了 然後就走上街套了 但是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這個技術 它還是一個比較的 有害的時候 我們就先測試 測試到一些想法之後 我們告訴我們 所有的團隊 做測試的目標 像說 今年的二季 應該在信心專用到 那個5080 就真的就上路了 我們就可以 就是真的做下去了 這個晚上 就啊 就是 多了一種公共運輸的運用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的整個社會 也不太道理 就是運用我們在過去兩年 所測試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也只是 臺灣這邊都有的 跟這個無人車互動之後 大家可以把這個想法 注入這個公車裡面 那這個對於廠商來講 它也不會變成像 甘寶社會 這大部位 它做了一個有為社會 常理的一個判斷 那對於我們這家開發者來講 就有很多的學生 很多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一起開發 而不想像我們為大家的發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智力上面 叫做 就是所有的利害關係的人 都要聚在一起 集思光影 一起找出可以接受的 常規的一個做法 當然 我們在接下來 AI跟武局 會用非常快的速度 進入社會的方方面面 我在想AI的時候 都不是想像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者說 人工智慧 我想都是 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 輔助式的智慧 它可以來幫我們 怎麼樣能不能 好的來滿足 我們來在生活當中 想要做到那些實質 為了讓我們公務員員 上上下下 都有創新的能量 其實公務員是非常創新的 其實大家外面也看不到 沒有 都有創新的能量 那我們的做法呢 就是我們每年會辦一個活動 這個就把它想像是 中小學的特展 那類的活動啊 就是公務員有機會去看到 每個公務員 運用這些性能 會請做了解決大家問題的事情 但是呢 這個活動呢 它雖然叫做總統黑黑客送 跟大家溫馳的黑客送可能不太一樣 大部分的黑客送都是 可能連續一天兩天 最多三天的一個活動 也就是所謂黑客的馬拉送 那這樣一起 在一起不明不休的 解決一些共同的問題 那是總統肥嗎 總統幾個 所以這個黑客送是長大三個月 三個月的來不可能不明不休了 所以就是在三個月裡面的 好幾個週末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解決一些共同的問題 幫我享受 在我們的曲 前年的保證 過了一年很多的那個想法都會 前面的總統文明的送裡面 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開水的人員 開水提了這樣的一個案 又也可以看到 才能聽到我們聽證器這樣的設備 他做的事情就是去聽 黃昌文化 是應該是基隆下去的一個簡陋語 去聽水管到底沒有漏水 他一整天停下來 可能都沒有漏水 這個時候他就會覺得他的工作 是稍微有點bore 有點無聊的一個工作 但是呢 也許他們聽到有漏水的地方 這個時候他就要發揮 他的人生智慧 這就不是人工智慧了 就是他要開始去瞭解房間的地形 地毛地 開始去解決這個漏水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他在外面的人可能花很多時間 人生很無聊 解決問題 很需要創意 這個就是人很需要做的部分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會 有一個提案說 我們能不能夠來 訓練一個輔助 是個機器助理 他就是我們賣上面 一個聊天機器人 十五一起來 那個機器人就是從十段 你現在在這邊 附近這三個地方最不能漏水 這個機器人大概都70% 他有上雨 照顧他一天停下來 總共一個地方是漏水 這時候他就可以發揮 他的創造力 所以呢 他們就在掙納那些問題 HTC好像會 會 行政連結 跟短期間 會根本的公平合作 之下 那三個月就解決了 激動那個相處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很能夠把 你需要一點 規定才能夠 偵測到的東西 我們只能變成兩天 就可以偵測到 但是呢 我們知道在公平的 裡面 像架子的一種 小規模的demo 一個pilot 就是一個試作啊 最囂張的命運 是說 你真的很忙 你很愛手慢慢講 但是呢 要運用到全台灣 跟羽球 預測沒有這個科目啊 所以這個我們就分 四名連列 八名連列 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也會用很慢的速度 去把這種創新的東西 擴散到全台灣 但是總統的音樂送不太一樣 因為他的頒獎 是總統頒獎 他的講座就有點像 右上角永續發展的目標 一個接近水資源啊 但是在那個下鏡頭的底下呢 對著底座 就像我這個要控制 這個底座是什麼 是一台微型投影機 你只要一打開 他就會投影出總統頒獎 給你的畫面 那所以呢 這個在公平裡面 就是一個神主牌啊 就是你只要一打開 你就會把總統召喚出來 然後總統就可以請頭承諾說 這個不管接下來 這三個月的比賽期間 這個華工私民部門的團隊 做了什麼 我都承諾 我會盡一切的努力 在接下來十二個月裡面 把它變成大家公共政策的一部門 把它變成全台灣市有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一年翻出五個獎盃 到了就是前兩年去年翻了兩屆 已經都十個想法 已經變成我們日常生活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派水已經在全台灣去應用 那當然其他的相對我們的新聞上面有看過 皮膚下的第一道遠距離的市值不會承諾的 都是從總統會跟各種出來的 就像一種創新的主力 而在每一個隊伍裡面 還有一個研究者 也就是他代表的各種運動的方面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控制 可以貢獻出什麼資料 他不再是說 好像大家很大說 讓我們去搜集資料而已 民間自己都有自己想要搜集的資料 他自己搜集資料之後 也可以來參與到公共的資料裡面 所以每個人都有共產的部分 因此也都可以在這個校面 去取得資料質疑和發言權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不是分別搜集 而是先想清楚 要搜集什麼方法 一起來搜集 所以我大概對彼此的資料 都會比較多信任 所以呢就是 很多人已經知道一個名字了 那是這個 臺北的集合城市最 國際最知名的名字 在這個世界上 往去有很多 不知道多少次也講 大家都聽過這個名字 你做這個講 你台獨子就是空氣籃子 但空氣籃子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政府其實民間 自己去兩邊二邊 或其他的空氣品質 然後放到中央 因為能夠往後面前有視覺的話 讓我們知道 紙包在哪裡 這個這整套東西 都是很方便的 意思就是說 公共資源可以加入 企業也可以加入 而且當我們的環保署 在兩三年前 當這個孤出的點 出入過環保署的 那八十幾個病的時候 環保署就受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你大概就會小心 你比較近的那個 你還認識他 假的感測站 大概就不太會相信 環保署的感測站 那台灣呢 我們知道是 在整個亞洲地區 包括一路到非洲啊 唯一公民社會 最自由的環保的地區 連這個環保 大概就算上台灣跟紐西蘭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 當民間有一種挑戰 我們的部長群會 讓我們出現的時候 我們這個越選擇 就是打不過 就加入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運用一個集團 叫做民間公共互聯網 去問所有民間這些資料的人 產製者會說 你有哪些密碼是你 希望的各種工業物資 可是沒有中國 那他們就告訴我們說 有啊 這是工業區 因為工業區是私人目的啊 它就是用群嘛 所以說 我一般人想要去工業區 加入工系貨物資料 裡面就有安全材料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是裡面有些量 有些空缺的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環保水準 都好啊 更好我們也想要經濟 我們這個集查的這個能力 所以呢工業區的路燈 到最後就發現是路面的 所以我們就裝在 智慧的路燈上面 去避免工業區的這個環境的品質 所以大家互相調教 我們一次的精準度的情況下 這一東西就能變成 成功甚至是臺灣的方向 都去快點分散市場圍設備 拿來電網說 分散市場的 你需要拿來算錢 也很有用 大家可以不可能傳開 不可能在環境下 開選區 去傳開一級的空氣品 幾個數據啊 而且它可以使用 它內進去全世界都 吼到這種環境的問題 最像同一個團隊 自己才跟紐希臘的朋友 進行的接牆 我想要專門來臺灣 來學習 怎麼樣來做 水和紐希臘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灌蓋的這個穴道上面 透過瓷穴子這樣很大 讓大家知道說 污染到底是怎麼樣的去 建構怎樣的水域會動 所以像這樣子的環境之類 它不只是可以設立而動 因為所有人在學習上 就能夠發展 什麼叫做化物理的生態性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而且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還是再舉一個例子 就好了 那如果 因為如果感興趣的話 總統和勒克頌網站上都有 所以我們每一年 這個也是大家參與的 都有100多個提案 我們今年大概3月左右 就會有提案的列表出來 我們的許願時間 大概過完 農曆年就會 至少農曆年前 就會有第一波的這個 希望漏出 大家如果現在 有什麼覺得 可以很操心 想要解決的時候的問題 覺得技術可以幫忙解決的 那時候就已經可以來提案了 我們每年的前20下 都是由大家投票來決定的 那這個投票的方法 叫做評法 投票法 我花一點點時間介紹 因為這個很有意思 如果大家有參加過 很多公共治理的專案 好像說 身份證在設計的話 大家就會知道是 我們傳統的有個方法 就是你進去 每個人先投幾票 投一票 自三票 然後呢 你連投票呢 你可以看到排行榜 大概結果就是 他就拼命販票 給你拼命跟第二名 然後第一名跟第二名 在那邊競爭 然後第三名以後 大家就沒有什麼時間去看 然後到最後呢 就當然就是一般的人 覺得啊 我的想法沒有這個 沒有被選中 可能覺得有點失望 或者是他身份證在設計 結果所有人都覺得 欸怎麼挑這個 沒有什麼挑書 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們在問大家意見的時候 你都會看 就是說 我們很難去讓大家 在華碩機 看到我們上面 提供一些意見嗎 的時候 能夠讓大家有那個動機 去更了解 那種不同別的選項 那都是因為動員 那你投一個 那就黃掉了 所以我們總統 那一個送信第一次 全世界第一次 在行政體系裡面 我們運用一個 新的投票 慢慢進出了這個問題 他就知道 平方特務要打 其他的辦法是說 我們每月有 99個臉書 就是這個臉書呢 如果無人機 用電腦視覺來把 飄到海灘 淨灘以前的那些塑膠 或者是一些 海油的廢棄物 直接在海上偵測到 直接在海邊 就解決了 不用他飄到岸上 這個很棒 那假設你的 沒有這個動員 你來投票 如果你只投一票 那他只需要一點 如果你需要投兩票 你就要花四點總共 三票就要花九點 四點到五 要花十六點 那我剛剛說了 每月都有99點 所以呢其實 你想要投到一十票 幸福就會告訴你說 那這要一百點 其實你沒有一百點 所以你只能投一票 9981 9981 9981 18點 這個時候 我們就發現 他就不想要浪費了 所以呢你就不可以投票 你就會留下來 再去看一看別的介紹 換去上去 就會看到說 死他一個人 剛好就是解決酒家的 解說問題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酒家很重 有些酒家感情 有些恐龍 能被當作是一些 事情的生活 有些恐龍能被當作 做一些很奇怪的外型生活 那司法院也 從其發現的這個問題 雖然只有兩趴 都還要 這個結束一下 因為大家的關注度 覺得不值兩趴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 連案的行程 去讀所有以前的判決書 然後他只要有一個判決書出來 甚至你手動把一個 這個酒家的案例進去 他就自動幫你分析出 裡面實際的因素 然後告訴你說 行情 就是教會看多少 教會看多少 而且這是因為裡面 那種原因所造成的 如果他提到一些 法律的專用名詞 他會懂的話 他會自動的把 翻譯成白髮文 給你們看 所以這個是很棒的 兩性效果的事 那還有十六點 十八點 那你就會怕四條 十六點 那你還有兩點啊 所以大理論的人 都會看至少四個專案 去決定說他要支持什麼 但到他們看完之後 他們會發現說 其實這兩邊有多一個效果 又要提一些得數回來 所以很多人是 七五到七到四十九到四十十 這樣子也在九十九點之內 所以到這種 我們就把人家訓 說得起來會是這樣 就不是很多人覺得自己的 沒有確定狀態 而是覺得 明明大家都贏了 我投的這四五個專案裡面 總有力量的接受不到 然後最後變成 我們今年錄的 總統為黑客送的 AI Ci 就是輔助智慧 加上群眾智慧的各種 解決狀態 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再也接受 別的總統被黑客送的訊息 不過我們都要拍短片 所以在網路上面 是找得到的 想分享到這邊 謝謝 謝謝 然後謝謝連政委 同樣請留步一下 我也是聽的經濟有味 我相信等一下的部分 等一下在panel的時候 還有機會再多聊一些 不過 剛剛你的slide的第一頁 就是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然後你也講了一句話說 我們身為 不管是治理者或政府來講 必須要與時俱進 但是 Innovation 永遠是走在 Regulation的前面 而且 科技會讓這個gap 這個口溝 可能會加得更大 我覺得想要特別提到的是 你覺得未來 在治理者的角度出發的話 怎麼樣讓 某一些功能能夠被放大 因為有的時候 Innovation會創造一些灰色區域 我舉個例子 上一次的論壇當中 我跟現場朋友聊到 因為 這個 5G AI的自動駕駛 會非常的快速 以後我的孩子坐在副駕的時候 旁邊駕駛座是沒人的 那我孩子需不需要駕照 這第一項 那以後孩子呢 如果他跑到了駕駛座去坐在那邊的話 會不會被警察抓 會產生很多這些灰色的地帶 這部分 設定的角度出發的話 哪些功能要被放大 或者你怎麼樣去看這件事情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 確實特質的加速 可是 你就把它想成那個 後車跟前車 我們的治理呢 就好像是 在一個正在 瞄速當中 其實有各種不同的方向 每個方向 後面呢就有所謂的 regulation terminology 就是 設立技術 設立技術這個後車呢 永遠都是跟前車 保持一個固定的距離 好比想說我們的無人載具 為什麼現在開北可以 開始去施營運 而會被大家覺得說 很危險等等 這就是他一樣很詳細的 慢慢加速 他的這個計畫 他一開始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而且是在一個 早上晚期的情況下做 接下來就是在凌晨 公司專業到時候 他可能會有什麼 也有東西的時候做 等等等等 在每一個階段 在前面的階段 一開始有一個隨車員 他隨時貼出 停over 所以自然也沒有少 他跑到 駕駛座在裡面 這個GPU 進行監督通 這樣子一種被排入的情號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資安的隱私等等的這些 都是我們叫做Sandbox 沙盒計畫的一部分 沙盒在台灣 其實我們是成文化系裡面 唯一實際上在 支架跟Fintech 跟平台經濟 跟現在股居的實驗場域 我們有四個不同的沙盒的機制 但我們是成文化裡面最多的 這樣子的機制 那這樣子的機制 就是在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花一點點的時間 來做什麼 來違規 就是說 大學人 這個 夫妻做一個實驗場 讓你來違規 那但是呢 你違規必須要提出一個新的規則 說那我覺得這個規則比本來的好 那我們就還是示意面 在有限的風險裡 想讓大家看到 到底是好主義 但是這不是好主義 這如果是好主義的話 你的這個規則 就變成我們新的規則 這個就是 我們接下來 想帶來是一道實驗 好像接下來有無人自家 船 船等等的實驗 在一年之後 整個社會可以來決定 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大分的整個社會決定 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就感謝這個投資者 這就是 反商人的樂透啊 他損失了很多 每個人都學到了一點點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就讓所有人知道 我們接下來下一個創新 一定要解決大家觀察到這些整件 所以我覺得創新實驗很漂亮 也就是俗稱的沙河 就是我們這個根測的距離 他實驗期是一年 根測就是大概一年的距離 實驗期是最多三年 那就是根測的三年的距離 每一個不同的都會換的行業 大概就有一個不同的間距離 大概就是看它的速度越快 我們根測的距離 就要更加越差 哇 這個沙河的距離跟機制 我可以也都想再跟理解 但是如果到了比較後半 要進入所謂的立法規範 那個部分的效率 我是比較懷疑的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在另一部分來聊 我們可以接下來進入Panel的部分 邀請J也加入我們 同時我們邀請天下雜誌 天下頻道的陳總堅也加入我們 一起進入我們今天下午的未來論壇的話 我們掌聲歡迎他們 好 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 我們等一下我們的Panel 論壇進行到一半 差不多時間的話 我會控制一下 大家有機會 可以來對於我們現場台上的講者來提問 那首先我想請到的是 陳總堅 因為剛才兩位男士都已經先分享了 所以在論壇的部分 不如就有女士優先 今天要請到你也是因為天下雜誌 推出了智慧科技跟設計交流平台 而你也是未來城市頻道的負責人 我想請到一下這個智慧科技 設計交流平台內容 不是每個朋友都看過 先跟大家做個說明 先講 我覺得未來城市應該是天下雜誌 是一個多數位的幾個實驗 就是我們大概從第三年之後 入門循循產業的國新的網站 以稱網站為平台 那其實就是把過去天下雜誌 各個不同明明的讀者 去導動一下平台 那因為天下雜誌一直在做現實表演 我們把各個現實每年的表現 各個現實每年的表現 那但是在成立這個新網站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一些未來的人加進來 所以它就定名為未來城市 那裡面其實有很多 可以把它想像城市 城市還有政府的數位轉型 所以我們裡面會報導 然後跟台灣各個現實在 為了科技應用 像包括機位停車 或是智慧交通 智慧朋友 就我們會報導 然後我們也會介紹很多 不關運用案例 那最重要的是呢 我們並不會直談 科技進行的部分 我們其實很多部分會在談 到底科技進行之後 對我們的市民 對我們的社會 或什麼樣的影響 比如說我們最近有一個人在談說 當人家進行之後 萬一今天它不幸發生的事 它被定罪的是車廠 坐在駕駛座的人 還是當時設計這個演算法 但是呢 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所以最近裡面的書叫2062 它裡面就會談說到2062年 這一年人工智慧 它的能力可能會超過人道 那這一到這一年 可能有一個新的工作會決定 叫做哲學長 每一個企業 就算它今天科技在怎麼進步 所以它都要思考 我們剛剛知道 這個學問的問題 那提款的問題 我們當中有一個 電動車的 覺醒跟共享空間的心情 這個當中 跟我們拍攝 聊聊的Cats當中 As Share Your Service 的共享服務 該您是找的意思的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該您的一個發想 其實這個我剛進入來之前 其實我剛看到天他講的就是 我之前出了一篇報道 很很有趣 它在談冰市的一個方向組織 後來有時候 它其實只有在美國的連入的城市 也在實踐 就是說 我們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 去拿出三百萬去買一台冰市 可是如果要你一個月拿三萬塊 去買 去租這個牌的冰市的支付 可能很多又是不在一起 所以在這兩個城市呢 他們就推出 你六要十 你的鑰匙就是那些資料 然後你可以去租一台冰市 裡面的香味 裡面的面板的設計 所有都是為很多人特製的 所以 冰市已經提出了這樣的 訂閱經濟的出入 而在歐洲 其實我看到大概 一百多個城市 冰市已經推出類似 Uber 就是租用 可以坐冰市去這個地方 可以坐冰市 所以我覺得整個都是 在交通貨車的跟城市的 城市的活動上面有非常大的變化 你知道這個我主持Future 討論啊好幾場 當中我有跟民視的一些 呃 宇涵的代表聊過 我說這 共享汽車的概念 共享跟服務是 未來的趨勢也是要走的 但是身為汽車製造商的你們 怎麼看這個事情 因為 共享的車子越多 那我就越不需要買車子了 還有提過 還有提過一個觀點 他說如果真的生產一部 共享汽車放在街頭的話 可能會讓他們損失 汽牌的銷售量 就是來源自於 汽車製造商的一個數字了 那我說既然 你的共享汽車越多 那你賣的車子銷售量會降低 那你不擔憂嗎 他說 這次運用Mars方向是這個地方 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但是你必須要走的路 要不然嗎 你可能 在MarketShare上面就會被吃掉 你在研究這個專題報導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現 除了很美好 一個月一筆錢 可以買到很多的服務 可能比你去買車子最划算 但有沒有碰到 覺得可能是比較 我們沒有想到後面的一個變相 其實這樣不可以 因為我們同時有參加過 冥士的運動家 那我看到冥士總裁 當時的問號 是說他們推出這個服務 其實他的目標 是可以對於年輕人 因為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去孵蛋 還沒開冥士 還沒開冥士 還沒辦法孵蛋的時候 已經可能在買一種帥的冥士 你可能會買休靈車 或者什麼這樣子 給家庭用的 所以他的這個推服務 其實是對著比較年輕人 就是說你可能 你就是每個月服務 你上班 你可以不用一次 拿一次 但是你可能永遠都會 寄你的那個開明式 修改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的話 你可能的首先就會是 這樣 這是一個策略性的思考 可能真的一定要 跟我講其實現間眼前 看到的是損失了幾量的銷售量 那他開拓的一個 market share上面來講 市場的 贊養率來講 他分享吸激了很多新的一些消費者 進來的可能性 甚至培養年輕朋友的 一個品牌的10號 這部分 Janny幫我們做過回憶 你怎麼看這樣一個事情的發展 因為你剛剛也特別提到 一筆錢去買一個service 我自己其實 就是如果從我個人的使用經驗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 持有一台車的成本實在是太高了 這太高了 我去年 因為沒有小型駕駛 所以我後車就撞前車 你是後車 那前車沒有收下 那是大過程 這是不幸中的大線 但是我自己的車頭怎麼不見 那所以其實 我自己覺得 那我那一次修了 就修了70塊 所以 對於這個 汽車很貴 然後有沒有其實很麻煩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其實我是卻私有同竿 那我自己覺得 其實 任何的科技的發明 都需要去解決 我們的痛點 那 我剛才這東西講的 這些東西其實 一方面可能 在企業有些策略上 二方面其實在 整個公民意識上 然後大家可能會 越來越追求 所謂的永續啊 會追求不浪費啊 會追求這個和諧啊 在這種 在这种慢慢的这种精神的概率之下 其实我觉得所有东西其实会帮帮帮助 那它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可能不是全部 但是肯定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最我想跟你进一步追教的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有时候因为我问题是因为 我们是就是男人对于车的气概 跟陈总监看车子是不太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在车上 如果你说是一个share 一个共享的平台 那别人开过的我能够拥有它的感觉 Kimoji精神层面上面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那你认为这个持有它 拥有它 个人化 客制化 这一个部分 在未来的Mars 那个概念之下 会慢慢变得比较淡吗 我觉得拥有一个东西一定会有快感 但是 我们古今中外 所有的拥有权 是 快感都是暖战的 哈哈哈 买那一天最快乐 但是在卖的时候 他已经怎么折架这么多 不管在人事物房地产都一样 是 拥有的那一刹那的快感是暖战的 随之而来的往往都是痛苦 跟负担 所以其实我举个例子好了 一抬过就设了 你在买的时候好快乐 但是等到负了保护之后 就会开始计较 所有的维修成本 现在看到七年我还要换手 现在看到十年我还换得掉吗 就开始会想起来这件事情 那一定要没有钱拿回来 家里面又要再多买一个车 又是不能再多买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太多痛 所以跟我来讲吧 其实我觉得 只是一种人为人的对话 或是社会之间主见一般的酝酿 我会觉得他们是 很高兵的习惯 我觉得这个社会氛围的酝酿 是一个过程 那科技发展的迅速 包括刚刚提到的 今天两位教授的分享 进入下一个阶段 对于车子的一个认定 慢慢的氛围会有点转变 看我们这边附近这么多的绿色的紧带就是 这个产业未来就是要永续 以上是Tenable 你才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那请教一下志伟 因为刚刚Jey特别提到 人性拥有的 那以上是快乐 但后面很多衍生出来的就是问题 我们今天其实除了七个层业之外 聊的是整个城市未来的一个样貌 城市就是人聚集的地方 但是它所有的规范 都是应该应运人的需求而出现 当然你刚刚提到的就是 空气盒子就台湾做得非常成功 你也提到了 如果民间力量这么大 政府大不过就加入它 一起做共同分享资讯的角色 但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也会产生出一些 使用者端好来讲 它也会出现一些使用者的一些 不管是 或者是时代的隔阂 或者是冲铺也好 或者是冲铺也好 因为长辈跟年轻人参与的时候 就是不太一样的 您怎么看 在未来公共参与 未来城市样貌当中 每个公民他的参与的知能度 怎么样去帮忙去尽量做到 政府与企业推荐的角色 我想 那同样的我们在全台湾 我的卖美两个礼拜二 就是回到旁边 想说我们的一些 比较偏向的地方 比较地道的地方 这些著名著作的地方 同样我也是去他们所在的地方 跟他们进行做的 并且请十二个部会的朋友 在空中 在社会创新世界中 是透过时讯的方法 跟大家我们说见面三分计划 那时讯两分计划 5G可能有2.5分计划 但因为就是说 我们用时讯两分计划方法 确保时 十二个部会都是实际看到 这些不同的天下 不同的意道 可以没有的实际生活 而是说要求大家 拿一分就一程 来开飞只有十五分钟的解放时间 那样子的 生理数据都是非常激动的 很难做一个有价值的套户 所以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配合到你的场域 那第二个 您提到年龄端 其实我们在台湾 很幸运的 一种快速的园区 所以其实不管您的居住的地方 旁边有没有这个 对于公共参与的 那么熟的朋友 即使就拿起手机 然后点到中原篮球 然后提到这个 其实就已经可以参与 好像说我们的国民园 的数目提议 那这个演出呢 其实没有一个限制 所以呢我们很高兴 就是我们比较全世界 对我们的这个 已经有1000万人 在使用一种平台来讲 最国要的就是 15岁上下的朋友 跟60到65岁的朋友 所以这跟别的地方 是很不一样的 别的地方是因为 年轻人参与 但在台湾 我们也参与的是一个同型啊 那为什么呢 我想原因是因为啊 我们18岁没有投资到权了 所以其实呢 这是唯一再一个方法 如果你是15到19 基本上就是这个平台 你没有办法去寻找 什么理想像这样 什么之类的 那同样我们退休后的朋友们 其实呃 呃 媒体室友的能力 使用手机的能力 用爱的能力 至少 呃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至少他们 你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提案 好比上说 之前我们有两年前 一个叫做 我爱大小大小爱我 你可以去网民吗 那个网民有 他瞬间就提了一个 呃 大概 近年拿上了个诚案的说 我们一次性的塑胶吸管 这种连行残局 应该要逐步的去进入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快 这个诚案就觉得一定是 环团的大导啊 才能够整个动员那么多人 结果一看 连一个16岁的一个老主角 他说这是我的公民工作业 我的公民老师介绍 这个联署平台 然后他就去提案 那现在 真的变成我们称色的 语物团 而且很多支持他的 是一个社群叫素权素权的素材 那里面很多就是 有一个17岁的 一些退休的朋友 在帮忙找配备的图片 然后找文案等等 所以因为主持人问题 我也特别去找说 我们透过这个联署平台 所产生的重大 柠檬政策 到底打线跟车友关系 还不真的给我找到两个 一个就是俗称的柠檬车 就是应激才不得及在 市场在车友喊售的时候 这个真的就是五千人提案 然后我们交通局就在新的 另外一个因为需要很多情侦 但是现在也终于在去 也是一个缘络 我们去提到 那应该可以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做法 就是我们从这种行为 或是没有去让所有人 球员的内容 不是直接小动作压力 而是这五千人 那不期待基属光业 找出让很多人 可能能够上路 所以必须要满足这些坚持把揭 你刚刚提到就是 尽量让这种 不要像过去老百姓去驱通所办事情啊 必须要去到 先就政府的他的地點 走入他的生活場域 五國戰也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馬上立刻想到的是 這牽涉到背後 應該是要有很多更多的人力相關的投注 在你擔任政務委員之後你發現 這一塊有時候比較 在退的時候比較覺得 使力會費力的部分 或者是台灣有些優勢你覺得 真的真的很不錯 其實台灣最大的優勢就是 環境人權 我們在台灣的任何一個地方 包括他的玉山 那個玉山被崩壞四千公尺 一開始有四九九吃到飽 10mg per second 低吋打開可以傳出去 低吋打開可以傳出去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罕見的 就是我們即使是覆蓋玉山 已經98%了 在天上離到高山 那個內政務都很要把 最後兩趴補上去 這是一種非常厲害 就是覺得說 我們不能Leave anyone地方 那這個其實Leave anyone地方 這個就是聯合國人區發展目標的 意義所在 就是說我們提出這些 好像說政府的主動 的智慧抵送啊等等 的前提就是 我們沒有讓一些 住在偏向地道高山的朋友 因為這樣反而他的參與 也少了因為他裂不到 網際網路 所以我想臺灣的官媒人群世上 我們可以推動 包含總統和美國總統 是從洛杉瑜 這些東西而不至於 有像其他民主國家碰到的 會談就說 那他同事的正當性在哪裡 我們都只能用提款 操作才是預算嗎 在有些別的國家 真的是這樣 所以他只有提款 其實大家都有得到 能及其他 但在臺灣每個人 不是只有媒體的事物 就是自訊的接收者 或者每個人是自訊的分享者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自媒體 為什麼 因為四九九 就是沒有特別的價錢 大家都非常有意義 是好 那接下來請教Jay 因為在Garby的所開創的領域 很多時候都是走在最前面 走在最前面就是 好的就是你可以先吃下整個市場 辛苦的就是你沒有欠力可循 不知道人家怎麼樣失敗清楚 然後看人家的經驗 那我想請教在 不管是微信導航或接下來 做了跟車相關的一些車輪網的連結 很多想法在落實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出來的內容 你有沒有把這段給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怎麼樣把想法去落實 這問題會不會太大 你需要一個小時嗎 我們請濃縮一下 其實企業的經歷有時候 我猜一下 大概跟頓了他 大概有什麼 就是企業必須不斷地找活路 必須不斷找活路 因為企業要自不贏 所以他必須用有限的資源 來做最大的力量 那在企業生存的這個落實裡面 我們會不斷地做自我對話 所以其實我們會不斷地做自我對話 所以其實我們會不斷地說 消費者現在還有哪一些痛苦 沒有被解決的 那很像是證明 我們會不斷地做自我對話 不可以只是一樣 但是可能在企業上面 他的危機感變得更強一點 危機感變得更強一點 那他來的 他希望解決問題 然後他希望解決問題的同時 讓人能夠待機能相當地利益 所以其實我覺得 Darmin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也是做得蠻跌跌撞撞的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大概在Darmin在2019年是成立30年 我們每10年都違建 就是每10年都會有一個化繫帶的產品 在第一個10年裡面 我們做的是蠻跌 因為我們最早是從佛斯灣戰爭開始 他是一個佩戴在邀進去給美國大面試用 那後來拼得收持 所以其實第一個10年 我們全球大部分是一個收持的東西 第二個10年是汽車上面 這個大海 第三個10年是傳單 那我們現在來看他們說 那你死了10年是什麼東西 其實在這個演化的過程裡面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因為Darmin曾經在2007年的時候 Darmin的流價 在Darmin上市的時候 是達到120 140 差不多到那樣是120幾年 在Darmin的高峰 但是隨著金融海峽 2008年來 還有再加上Google這些 掌燒牌 當面我們現在已經得到只有12塊 再短短的兩年之內 從女的班得到 那所以其實很多的頭 其實是被驅動出來的 那我必須說其實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大概也有其他問題 我們會不斷地問自己 兩個問題 一個是剛才講到的 客人需要什麼 第二個是 為什麼他們要做什麼 確認 對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能回答這兩個問題的話 大概我們雙方的產品計畫 為什麼我們會被打過去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是 當我們參與到很多 我們曾經的時候 其實 這個問題其實也一樣 其實我覺得 我只能問自己說 欸 那有哪些東西 企業做哪 而我做哪來 那就非常難 那另外 另外 有什麼東西是 他做不來 或是 所以 你既然提到這個問題 那我就幾乎 就問下去了 因為 你剛剛講到 你 所有的產品開發都是 對後部 或是一般的民眾 在你的需求 開發出來之後 去解決他的問題 這個部分 跟政府的問題 應該是一樣的 也因此 你對於一個產品的開發 或者是民眾的需求的敏感度 應該是高的 好 大概 需要的面向 或者是敏會員的 應該都會存在 那這樣子 擔任總監 這麼多年下來的時候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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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請 我想 有沒有碰過一些 你覺得 市場不開來的限制 或者是從一個 客戶端的需求 你覺得 政府應該扮演 什麼樣的一個公肯的角色 會幫助更大 OK 我先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 其實 剛才聽到 他跟委員講的 我覺得剛剛好 因為 那完全就是 我心目中 所理想的 政府 應該做的事情 因為 對我來講 其實我覺得 當我們在看數據的使用的時候 數據的使用的時候 其實 現在的數據都是 如為 影片裡面的片段的使用 為各個企業所使用 但是 我個人覺得 這是我個人的片段 最有資格擁有數據 而且 最能夠定義電子 而且 馬上就有大量的擁有 其實是政府 其實是政府 如果政府 能夠扮演 一定的角色 在這個數據的收集 跟使用上面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講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一件方式 那 剛才 陶貝也有講到 其實扶持了很多創新的企業 其實這是很好的 那 我自己覺得 從企業的角度來講的話 大企業跟創新企業需求不一樣 大企業 需要政府的幫助 其實是出口跟稅收 我舉例子是關稅 比方說 其實 有很多很多的 不管是 你要吸進 不管是你要抖進 不管是三萬計 如果政府 在一個高度上面 可以跟 各個國家 把關稅 都能夠 都能夠 彈進區域的頭 一邊 關稅叫到水底 不用炮 大股就回來了 因為出去 就是很簡單的 不會有一個 這是大企業 但是 小企業 他的資源不夠 所以 在這邊 像他們也應該講 他也講 那麼重要 因為不但提供資金 提供品牌 而且還提供一個 我覺得彼此之間 資源 互相在一起的地方 很大 首先你要幫幫我們做 我剛剛提到的是 這個會不會是 建議自己的看法 因為數據 可不可以使用的一個方向 但是從 媒體人的角度 跟觀念 或你參與到的 會來城市的樣貌 勾勒的過程當中 你怎麼看待這樣的事情 等一下也請 這位幫我們對我回應 我覺得 我是因為 剛從芬蘭出產品 然後 去看他們的 社會城市 示範區 那 去之前 他們都沒有想像 我們對人們說 所謂 智慧城市 示範出應該 到處都是大型的 因為 每次 手機那一場 宣傳 然後有一輛車 在街上玩的 好處 去的照片 所以我們講了更多 那個叫做 智慧城市 我看你跟你 跟你講的一遍 就不一樣 就跟你看到的 尺審是一樣 不像科幻片 一點都沒有 那你用的一個 科幻片 所以其實在這裏 有非常多 這種 這種的經商 示範 所以我們都有 識別有趣 就是說 你真的把這個區域 劃出來 它這麼一家公司 那這個公司呢 就是 有一點 然後他們 因為 會吸引 會去造商 然後警察這麼多 我現在這個 區域 沒有任何的希望 希望的情力 這個 就實現 政府會收集數據 當政府也會透過 外面參與 方式區的這些 住在這區裡面的人 說 為了提供這些數據 而且電話的開 然後 另外 可以給他們的生活 那這些人可以透過 從前進去 外面其實人比較多 認識也有些人在 因為他們 任何對兩個社會 都不是有經濟工具 或是 所以我們去了之後 就發現說 這整個區域裡面 做一個是開 那 但是呢 這台車 它的行駛路線 是說 這個是這個需要動物 為什麼這個路線 因為 當然它沒有上次發的問題 所以 它認為這個路線 是因為希望 很積極 然後帶小人出去 會比較方便 所以 它才會保障 但是這個區域裡面 是完全沒有辦法的線 為什麼 它們可以想像 會 大夫人說 公主是 但 還會自家 這個 新的被子 在路上 還會 會 講這些問題 那更有趣 就是 我們走到一棟 大 那時候 這一棟是老人家 住的大 那老人家在這邊 都有什麼實驗的人 他們在實驗 以後 他們的檢查 應該要怎麼實踐 因為我們會把這老人家 他們可能不太方便出去購物 所以 要靠不冷靜來 靠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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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對 對 他們就在這區 更深的樣子 這樣子 一個實驗和想像 那 比較之後 後來就再推廣他去 所以我覺得正在你這個角色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可以 就編記不得下 你請教 你拍完整個 未來城市 很難的這個城市之後 你最大的感動或者是感受是什麼 我最大的感受是他們處處都在 在談人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職務都是從人的需求來出發 沒有任何人都會談 IoE 沒有人都會談 居多快 都沒有 他們都在談 我未來的小孩 未來的年輕人需要 那個老人家 需要什麼 然後科技這次進訓 去 讓這時候 他們的生活很難 好 那接下來就請 我們就回應兩位講者 包括了 剛才曾總先提到的 這樣的一個 未來城市的一個實驗場域 在台灣有沒有可能會出現一個 區塊 像這樣子的所有的想法可以丟出去 另外就是剛才Jay 剛才講到的 關於一個 Big Data 或是所謂的 Data Science 的一個運用 政府可以做什麼更積極的一個平台 我們從未來進來 對您講的實驗場域 不管是殺人的旅人的學生 或者是靈魂的一些創業 其實還有相當多 都是在台灣做類似的事情的地方 那我覺得台灣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我們想出一個新的主題的時候 所有相關的站點都在這裡 所以當然 你看我們的這位城市站 確實有一種好像展示出窗的那種感覺 跟肥歐的感覺就不太一樣 但是反過來講 這也是次令大家更多的想像 也就是說我們同時能夠進行的實驗 是非常多的 大家都很勇於擁抱 振興的東西 然後試一下 因為是一個拼動性的那個時候 開始心情最高 反正這個過了一年 就是大家一起來 抱著心情要幫助理 所以我想同時能夠 定性進行一個實驗 在這上面 我覺得我才是很有優勢的 但是我非常同意這個 Is one citizen 就是由市民為主 而不是城市為主 我們發展社會城市 不能都讓人變成一方的 我們發展社會城市 是讓人變成一方的 是讓人變成一方的 那我想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那另外一個方便 我想在資料上面 其實我們也看到像臨近的日耳 看一下也有一個概念 叫做 資料銀行 資訊銀行 大多多的資料信託 那這個的想法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如果把錢 交給一個信託 或交給一個理財的朋友 我們當然第一個想的就是說 反正你要對我們重新的方法 就是說你最主要是想要 讓我的財務重新方便好 而不是拿去做什麼 那個就是投資的事情 但我看到的道理 我們會把自己的資料 靠著我們相信的 像說開箭師、理事、律師 等等這些都是希望他們 能夠為我們的對焦點 對 在一般的資料 搜尋的地方 不設計零詞 想法 就是我們現在在這邊 大家的手機 如果也不開了定位 如果有人 拿了拿 或者是看一張照片 沒有刺激的話 那麼 能相處的那個品牌 我們就等於你 幫我們三個 都已經非常會 在這邊 我們自己的選項 當然一般的意義上 不是什麼東西的詞 可這就使得說 我們運動這些詞 要拿去 而創造定位的 能夠進行規定 它是什麼 好像我們三個都 就是被明白了 就在這一個情況 所以這時候 數據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會影響 或者說你會影響 就是說 我們一般可以看起來 可以影響到一些加強 但是一般的 操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 非常非常多獎勢出色 但是每一個人 在我們談談的時候 都好像 發明我會以前的 勞工醫療 或發明我組織以前的 勞工醫療 是沒有什麼 談判去 那我們一起 剛剛講的去開頭的 開頭也開頭的 這些大公司 所以在價值的前面 底下 綠合的制度 就是說 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給我們 記憶體系列上去的概念 大家把資料 能夠進這個行為 讓我們有什麼分論的 就像一個 投資基金一樣 大家不在一起 大家可以 不在一起 而且可以請 透過媒體的資料 來決定 我跟大學人分享 我不要 我跟大學人分享 這個時候 我相信是這個 背影的這個能力 我想也是一件 兩樣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個 關於開放資料 關於資料的 專門機關 跟柳子專門機關 他們這些 今年都會有 很出國的大資料 操作 美國操作 也很出 那過程 也沒有很多 我們該掙求 希望大家能夠 謝謝這位 你剛提到一個 集體協商權的概念 這會不會我比較好奇 在未來 怎麼樣透過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這個概念 去把它更加的落實 或者是去 因為我現在知道 你比較抽象 我現在知道 你比較抽象 就是經濟學校圈 最好的一個 對 因為他讓我們 他的私人物 加入他的資料名 去用了一個 對價條件 就是我們過不到的 農業區 然後去過 然後我們透過 分散市場的 建定大家彼此 互相相信的幾個過程 所以莫相認台灣 空姐盒子 水盒子 這些就是 我們未來 自然經濟學校圈 非常好的 好 我剛剛其實聽到 政府後來講到 路燈市裡面 管車事情會覺得 蠻厲害的 可以找到 而且他高度還蠻適合 裝空間 對 比較接近大家走路的人 對 好 那我們其實其實才是 看到了 第一次亮相的 民視的電動車 剛才這一點 我也在台下 聽J在分享的時候 有不外 你剛才提到 在未來的20年之後 是由直接政府規定 就是必須只能夠 生產電動車 是的 那你認為 我要看怎麼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 政府規定是一件事情 但它存不存在 是另外一個現象 你認為 在未來的時間當中 氣柴油的汽車 或者是因為混合車 會完全被電動車取敗嗎 我覺得政府 會有危險 但是 是不是最後有辦法 是有事實 特別要看當時社會 經濟的狀況 運動車 還會做 你剛剛講的特別的運量 對不對 是不錯 那但是 回過頭來講到電動車 我們客人的看法是 其實電動車跟 機材油車 對於使用者 沒有不一樣 它是沒有不一樣的 因為它都是能源的使用 那能源使用上面 只要在補充上面 並沒有什麼太多的 至愛之處 嗯 其實它就跟我 如果大叔都是從天中 跟我現在到處都是這樣子 它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 在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大家在開電動車的時候 跟現在在開機材油車的時候 其實那感受上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有些覺得不一樣 有些覺得 嗯嗯 那時候應該就改善了 除了我們自己 如果說 對岸區 或者說 電動車從後面讓人嚇死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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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習慣 其實是會 慢慢慢慢的 我個人在這方面 其實還是 相對來講 相對來講 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個 分為的預料 不會很環繞在我當中 其實 今天看到的 數位的科技發展 就會讓這個分為的預料 時間加速 陳總 今天你在那個未來 重新跟他當中 有沒有看到這個 跟老師的討論 他們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然後 其實 我現在現在他們 其實找到 不然以後 他們的目標 其實在M35J 又來到 看著 然後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 就是 氣有這個 而且是造成 很大的 很大的 來源 所以他們 他們 明明 或是他們守護的 最大的那一座 美電場 就關掉了 那然後接下來 他們就是一個 功能不一樣的 武器 就是電力 然後叫做運輸 然後車子 然後慢慢慢慢 慢慢 看電 趨勢喔 對 升級是一個趨勢 但是能說到走得多快 呢 對 可能都會知道 就看這個人的監測 但 我覺得就像我們現在 我們美體電力 那個數位化的 會考驗 他們的 他們的 他們是在放開 但是還是有 我們的人 像 那你喜歡那個 書的味道 對 書的味道 所以就好像 而且 我的家放下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 類似的見證式 的故事 對 而且過程當中 要去凝聚 經理的購明意識 剛剛說到書這一點 跟車 同樣就是人的氣感 連結 有些是完全 跟MARA PAN 把他給自己來除態 然後書當中 有個書籤 以前寫了幾個字 你看到那個 感覺就 就不一樣 不過進行理 你怎麼看電動 說這個事情 在外來 由政府的法規 這一個規律 有些必要 用意識的欲望 你怎麼會 其實當然 我 文王也 會敬到 就是說 當社會的狀態 沒有中間的時候 政府怎麼都做得 真的 那種有反而 情緒 有反而 又有反而 走退 那當然 在橋退 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很輕易地 像上附居的時代 在天洋中 我覺得穿了很多 穿了其實 第一個你看那個戲劇 什麼的那些穿了 花花花多的這個聲音 也是因為在我們社會創新實驗室 在空手的一些月橋 就有一個音響實驗室 那我剛好在那禮拜前 有去體驗過 覺得他就成功一個 很棒的這個錄音精神類 放在萬華的這個市場 放在什麼橋上 放在什麼 你眼睛閉起來 那個環繞式的影響 就讓你真的勝利其境 好像就已經 人已經在那邊了 所以當我們講 擴充實驗的時候 車子的那些玻璃形式 我們還沒有辦法 那麼栩栩無聲 但是聲音我覺得 是最早做到的 所以呢 如果你就是希望 旁邊的車在加速的時候 其實它是電動車 就聽到它引擎的聲音 這個絕對是擴張時機 可以收到的 你母機偵測到旁邊的車 正在加速 他就放一個 那個地方 在旁邊上吸引一下 就當你開車的時候 很有感覺 這個就是所謂的 那個廢人化的那些 然後你也許坐上一台 工廠的造車電動車 你只要說 你要載入我的廢人化模式 就會有一種 整個街上都是 汽車的感覺 而且那個可以是 我今天看的明明是個小公公 但是我可以放出來的是 卡車的路口 他可以隨時以我的 需求跟心情來做調整 你知道有時候 小女生 開車的時候 特別有開大一球 因為怕被人家騎不過 幹嘛 他真的不像我太太的意思 那可能不大 但是要開個大車 然後如果再加上 虛擬的音效 或者 可以有大的需求 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我們 我們的主題 要做個結尾的題目 三位來賓 都幫我們做個分享 就是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前進未來 遊戲規則即將改型 改型一定會有個 KING BETTER 或是一個GAME CHANGE 它有一個關鍵的因素 三位認為我們會是什麼 你可以就比自己的 領域的專業 或者是 我們今天稍微有點連結 人性就這麼嚴重 我們產業裡面會有句話說 你如果改變的話 你的過去就沒有 但是你如果改變 你的未來就沒有 所以其實我想改變 是有必要的 但是什麼改變呢 在我們產業裡面 其實我們會看到 剛才周圍也有講到 就是後車推前車 也就是說 從沙和 這個Bucks 這個理論上來講的話 技術會跑在前面 老不會跑在後面 那我覺得改變一些 其實是任何東西 要邪惡改變 我有一個例子 比方說 我們現在雖然 許許多多的 公平提示啊 各種東西 其實是一些 任何不同的 但是我在上一招 我去屠正事務所 申請 付給成本的時候 我的名字下面 我有兩個孩子 大女兒 跟小兒子 我的名字下面 居然只出現 我兒子 就是 一家四口 名字都還在 但是在 身為母長 他只在我的名字下面 那一台主結裡面 著名了 長子少不受生命 居然都沒有講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要不要 特典的現象 我看的時候 我女兒拿起來 她說 爸爸怎麼沒有我 很久沒有戴那個人 沒有女兒 怎麼會沒有女兒 他事實就是 很男性 都是很男性的一種 所以 那是可思議的 但我來講 在一個 台灣這麼經過的公平 社會裡面 你去申請付給成本 居然在 補充下面 居然有男性 這是可思議的 那我這邊要講 就是改變技術 你看我們 台灣多元成家也好 多事外的公平醫師 都是這麼進步 這麼進行 但是當我進入 不正事務所 我鼓勵出來的東西 是一張最老舊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改變 從各種的面向 從技術 從公平的思維 從論者 還有從各式的 那樣的把握上面 其實我覺得 大概都是要 人氣和平靜的 好 我理解你的意思 改變是需要讓人來回合 但改變的過程 其實不是那麼好 那你今天在幫我們講 那個最重要的 關鍵的角色 或者關鍵的音速 就是人的思維嗎 如果是改變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的其實是 對未來的想像 想像一對未來的 對未來的想像 來 先走進行 我跟大家講 我們跟大家講 斯卡拉達的這個例子 就是我們去 那個前面 發揮了全台灣的 第一份書有傳送報告 那為了那個報告 我們在報告 公司裡面 大大熊少 第一線的同事 對我們的社長 談的就是 斯卡拉達 是一個38年的 我們的媒體 他怎麼樣去做 是為了什麼行動 怎麼樣在台灣 率先進來 就出了一個定義的 這個事情 那我們就談說 到底 為什麼我們能夠做 做這些 監獄到成功的 我們開始做 那我覺得那個關鍵 第一 是那個人道理的決心 多了 因為做人的想法 是一個 看得到成本 但看不到說 你們這 之前完全看得到成本 但是不知道結果如何 對 因為知道那個結果 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最能 堅持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他這個目標確定 只有我們所有的能力 要一起在上面 所以說 我們決定要都是為了 像這個推薦線 就是每一個人的 拜 我們的鐘 我們都會 魅力同時 分手 所以我們就會開一個 很長 然後 在我們的宇宙的看法 同時他就會分享 跟他自己的鐘 然後 帶來那個 欺負他 然後我們跟路地下 所以我們的宇宙的 每一都一起在 其實不要有任何的 過程 就像浮雲這樣 弄到自己的地方 那這樣子才有 他會 我覺得 會有 這樣出現 其實兩位分享 兩位總結分享呢 我關於 Gain Changer 有一個共同的 哲學思維上面的 相通的就是 必須要 一直吞聲 疫情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 沒有辦法讓 這個 作為實質 最後一個 您來講話 好 我們這邊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代言 就是 我們如果 在學習的時候 帶大家來 因為我們沒有社會高中 但據說 在上高中的時候 是會 分流啊 分新人服啊 什麼其他大學 可能會 上下有我們的 現在當地人有 所以 有 好幾輩 特別是在 這些 表演的一些 呃 的想法 是說 好像世界上的 其實有 物理的 圍道 然後 每一個 這個圍道裡面 跟個人之間呢 有所謂的 這個競爭力 然後 呃 強化競爭力的話 就可以有 線性的 第一名 每個人 第三名 然後來 就在 那個 共同體驗 嘛 但是呢 其實這個 我們在 教育上面 是一個 翻譯上面 的一個錯誤 因為大部分人的 這個特長 就是 在 歐啊 他們講的都是 competency 就是是 呃 個人的 核心 職業 深愛的能力 或者我們現在 來進行 素養 但是呢 就在臺灣呢 當年呢 不小心 我們把他講 防派在這個 就是 進展力 所以 我們 competence 對防派在這個 有 戰 子 是 看著同一個 字 就是叫做 進展力 不管是 個人的能力 或者是 就在比賽的時候 才看到到 那個能力 都會智慌 月子 這樣子呢 就養成了一個 很豪華的 這個一個習慣 就是好像 明明是團體 一個團體之間 才有競爭 但是團體裡面的 個人跟個人之間 也不免得要 稍微競爭一下 那當然 我們現在在講 作為化學 化學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希望 每一個 或者是 學生 或者是 出社會 都有 中生學習的能力 而中生學習 就是 自己找到 一個 找到我的 親吻好友 現在有 哪些 沒有 沒有解決的問題 共同的社會 我們今天會經濟問題 然後我就一轉向 我就 到現在 心情決定 這個問題了 我說 我再是說 好像 因為我 是 情報的人 硬要 他 一個 三名 就是 我一轉向 轉向 我要解決一個問題 這樣我就 贏在情報點上 那個人 到這個方向 對不對 所以 這樣一個 一個相反 就是 用 所謂的 協作 誰 夥伴關係 的人力 去取代分別 之間的緊張力 但是 現在這個時代 非常重要的 非常感謝 分享 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五點鐘 大螢幕會長 所以我大概還有 五分鐘的時間 現在沒有任何人 想要對台下來賓 提出會員 有嗎 來 最後面的特色 你看到 我只有一支 那個風 所以 你看到 大聲一點 讓大家聽到 你的想法 來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 去年的時候 在那個 波音 737 MAX 軟體的 音速 然後造成 呃 就是 配機試試的 事故 那我想 同樣的問題 在自駕車 就未來自駕車 或是 AI AI的 就是 移動載具方面 也有可能發生 我想 再以政府的觀點來說 這樣 新的藥物 不會有FDA 去確保 這個藥物的 有效性 跟安全性 那 但是 對於 這樣軟體方面 自駕車的 法規的規定 政府有沒有 相關的 計畫 或是 呃 打算這麼做 就除了事後的 處罰之外 有沒有一些 在這個 呃 產品推出之前 我們有一些 verify 它這個 這個有效性 就是 軟體安全性 嗯 陳偉忻 陳偉忻 謝謝 呃 我想 這份兩個方面 一個是 這一台車子 本身 那個就是我們在 為載軍 科技創新 試驗條例 俗稱 沙盒 裡面 所規定的 所以在 好比像說 我剛剛舉的台北 是一個自駕駕車的例子 或者未來 就是自駕駕駕駕駕駕駛的例子 它在沙盒試驗的時候 都必須要找一個 有點類似像我一開始 射三輪車出來那樣 就是發生事情 也不會怎樣的 這種速度 這種場域 這種情況 然後呢 就去分享給大家 它怎麼處理它的資料搜集 Tagging a drum 呃就是 必須要保留 表存一定的連線 讓公車第三方 可以分析的呃 行車的記錄 它做決策的記錄 等等的這些東西 就是在這台車很深 但是很重要的是那個長域人生 那個車即使它變成 它忘記它這件事情了 因為不小心 這個就損壞掉它的紀錄 以及幾乎在雲端上床的那個片線 不知道為什麼會該鬧 等等 這個長域也要幫忙記得 這台車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它必須要及時的用V2X的方法 跟這個長域交代 那這個時候 這個長域的資安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干擾了長域的資訊安全的話 所有車和車之間 都會出現化的主要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設計在我們的車子的城市 也沒有什麼用 那所以像這個無人車的測試場 也像我們在殺戮 看完二代的開啟之前 我們就花了幾個月的時間 向世界頂尖的一些 白皂駭客 來攻擊我們的這個自駕場域 500人車的進去的時候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 像我們的金融的這個 關鍵基礎設施 也是請十個國家的團隊 來打 我想後來大家 會越來越習慣說 白皂駭客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職業 你可以接觸到 各種各樣不同的 這些科技之外 你破解了人家的東西 把人家的這個系統 打起來的中美感性 要翻證給你 所以我想台灣的資安力能表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 投入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確保說 那在測試的時候 沙門開啟之前 就已經被這些 白皂駭客打破一輪 確定沒有問題了 它在測試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要不斷 讓大家知道實際的情況 去把廠規 特別是發生事故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什麼傷亡 所以 一般平行進行來 考慮的時候 這邊 課責啊 就責啊 問責啊 這些 給出一個交代 那最後上路的時候 才能是在 大家都已經知道 什麼會發生的情況下 去上路 而不是說 讓大家 最常 讓單一的一個人 來做這種哲學的 得理上的決定 場 參與式的哲學決策 這也就是接下來 一定要發展的一個 建議進行 好 這位朋友提出大家 其實政府的實驗的長遇 已經在進行當中 好 還有一個提問嗎 因為我們應該可以 容納一個提問 發問 有嗎 現在沒有 如果 沒有的話呢 我們今天的時間 剛好 五點鐘 就準備要收掉了 如果 今天我們有其他問題 想要提問的話 其實在我們的 PK相關的網站上面 大家可以去搜尋到 更多的相關的資訊 包括政府委員所提到的 今天所有的 你提到的那種 影片 都可以上哪一個網站 就像我們PTIS 就是我們辦公室 PTIS 給我們現場台上 三位來賓 熱血掌聲 謝謝 也更謝謝 希望所有的朋友 今天下午 您的參與 未來論壇 跟做了討論 未來的要貌 到底我們的共同 得了出來 謝謝大家